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密室客栈 说到缅甸的历史,其实很多人都不是很熟悉 有的人一到了缅北就会被那里的场景吓到 因为那些地方的生活环境和中国云南极为相似 而且当地绝大多数人都是华裔,尤其在果敢地区 中国人如果去了果敢,很少有身在异国他乡的感觉 如果你在果敢的老街上走一遭,就会深有感触 绝大多数人的长相都是中国人的长相 讲的是云南方言,用的货币是人民币 看的主要是中国电视台的节目 书店里卖的是中国出版的中文书籍 店铺的招牌绝大部分是用中文书写的 甚至有的学校使用的教材也是中国出版的中文教材 总之这里到处都是中国元素 给你的感觉就好像身在某个中国小县城一样 果敢乃至整个缅北,华人的比例都非常的高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华人聚集在这些地方呢? 这里就给大家聊聊这段人口迁徙史 其实在最早之前,果敢这块地方是大理国段家的地盘 也就是天龙八部里段玉他们家 有人说诸葛亮当年西秦梦霍也来过这个地方 不过当时并没有多少人在这里生活 基本上就是一片原始森林 也就是古人经常说的不毛之地 后来到了明朝朱元璋当了皇帝 他派自己的义子穆英去镇守云南 这时候果敢这片地方就归属了大明 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 崇祯皇帝在眉山自义,随后清军入关 但在当时中国的南方 还是有很多明朝的以老以少在顽强抵抗 此时淮河以南,名义上仍属于明朝 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南明 这期间有三个明朝的藩王先后称帝 但不久之后都被清军灭了 1646年,南明的贵王朱油郎在广东继承大统 成了南明的第四个皇帝,史称永利帝 永利帝即位以后,虽然和大清周旋了很久 但他还是没能扭转乾坤 1659年,清军三路入宫云南 永利帝不得不逃亡到了缅甸 由于签证过期等原因 后来永利皇帝被吴三桂引渡回去 用弓弦给绞死了 但是当年跟着他逃跑的那些随从人员 除了少部分人投降了大清以外 大部分人逃到了中缅边界县附近的柯干山 也就是国杆地区避难 这些汉人后来就一直生活在这个地方 他们的后代就组成了如今国干华人的一部分 除了这最初的一拨人呢 后来第二拨人就更有意思了 在清朝时期,乾隆皇帝曾派兵出征过缅甸 前一阵子不是有部剧叫《沿洗攻略》吗 这部剧的女主角为英洛的情人叫傅恒 这部剧里就有提出傅恒出征缅甸 最后死在了缅甸 这段故事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 现实中傅恒没有死在缅甸 而是感染瘴气,身染重病 死在了回北京的途中 大清朝在乾隆时期和缅甸曾经打了很多年仗 但双方谁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大清国为什么连一个小小的缅甸都攻不下呢 这是因为缅甸的气候环境 相对北京来说差异实在是太大了 森林里容易迷路不说 天气既潮湿又炎热 这让北方来的清朝士兵很难适应 所以到了最后谁也奈何不了谁 缅甸虽然场面上没吃亏 但缅甸的共榜王朝到最后也妥协了 因为缅甸是个小国家 打仗需要耗费巨大的财力物力 清廷虽然折兵损将 但是家大业大 资源也耗费得起 缅甸的共榜王朝考虑到这场战争 再这样持续消耗下去 恐怕会得不偿失 况且缅甸在与清军血战的同时 曾被缅甸灭国的先罗王朝 也就是泰国也在旁边虎视眈眈 在这种情况下 共榜王朝不得不与清廷达成协议 这个协议就是缅甸称臣入共 清廷罢兵 理论上来说 缅甸也成了大清朝的藩属国 但这个藩属关系并不稳固 后来又因为英国进入缅甸 缅甸与大清国的这段藩属关系就算结束了 有意思的是 当年出征缅甸的那些清兵 有很多人就留在了缅北 跟云南交界的那些地方 跟那些当年留在那里的明军后裔成了同胞 前面介绍了清明两个时代的人口迁徙史 而再到后来迁徙到缅北的中国人就比较复杂了 有太平天国的残党 民国时的中国远征军 还有解放出从云南跑过去的国民党残军 甚至后来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也有很多跑到了缅北 这些人慢慢都聚到了一起 缅北也就成了华人聚集地 现在的缅甸人 称呼国杆地区的人为国杆族 实际上所谓国杆族就是这儿八经的汉族 早期统治国杆的杨氏吐斯家族 也是地地道道的汉族 这个杨氏吐斯家族最早有一个叫杨高学的人 明末时迁居到云南 他当时属于一个叫新达户的部落 这个部落在国杆地区慢慢地开荒发展 在过去 这些偏远地区的人们习惯按姓氏组成部落 部落之间大家互相不干涉 各自谋生 过了许多年以后 杨高学的子孙杨县才 当上了新达户这个部落的首领 此时这个部落已经发展得十分壮大了 他们的生活范围也已经是当年的好几倍 1758年杨县才病故 其长子杨维新继任首领 1795年杨维新长子杨有根又继任首领 随着势力范围逐渐扩大 当年的新达户部落也改成了国杆 1840年杨氏因为边防有功被清朝收编 国杆首领杨有根的儿子杨国华 被云南总督分为世袭国杆县令 国杆这个地方也就正式成了杨氏家族的合法领地 可以说在这个时期国杆应该归属于大清朝 那这个地方后来又是怎么归入缅甸的呢 这事又跟英国人脱不了干系 1885年第三次英缅战争后 缅甸西袍王被放逐印度西海岸 4年1月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 后被划为印度的一个省 1887年缅甸土帮土司降英 英国人把缅北地区都划给了土帮土司 让其管辖 在其管辖范围内共设了48个小土司 辖境几乎包括了整个北胆帮 国杆自然也被列入木帮的辖区范围 虽然英国委任国杆土司为世袭国杆训政布司 但国杆土司仍坚持自己的独立自治性 后来在1894年 清政府和英国签订的中英蓄意编免借务商务条款中 国杆及北丹尼划归中国 但是呢 因为清政府后来的某屋和乌德这两地方割让给了法国 英国就以清政府违约为由 推翻了这份协议 逼着清政府重新签订边界条款 于是1897年 中英双方在北京重议并签订了中免条约付款 又将国杆北丹尼划入英属缅甸版图 从此这个以汉族为主的国杆地区 就被划入了英属缅甸版图 再到后来缅甸独立 这块地方就归属了缅甸 所以说国杆实际上是清政府后来划给了英国 由于经历过鸦片战争 清政府实际上也没有什么话语权 这么看来 博杆这个地方华人多也确实不是什么稀奇事 缅甸和云南交界的这些地区 近几十年来形势一直非常复杂 早年间也是战乱不断 独销军阀横行 这些故事一个视频也说不完 之前有一期视频也是关于金三角地区的历史 有兴趣的可以点回去看看 同时也希望大家可以点击一下订阅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能看到我发布的视频了 好了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